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12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就像是严厉的数学老师,突然给中共政权的主权债券打了个负面评价,就像是突然在试卷上写了个巨大的不及格。 中国股市听到这消息后,就像受惊的小鸟一样,啪的一声又掉下了3000点的高台。 这时候,中共党媒正忙着宣传领导的上海之行,可能想着能带来些正面效应,结果新闻一出,简直就是当头一棒,让人不禁想起那句老话,只包不住火。 再看看最近中共的流感疫情,中共的高层和官员们似乎在玩一个谁敢不戴口罩的游戏。 这场景让人不由的想象,是不是有人在那边偷笑,看我多勇敢,连口罩都不戴。 但真相是,他们的这种行为掩盖不了当前的疫情和经济困境。 已经有爆料说,北京的所有聚集性的会议都要统一安排做核酸,不止北京、广东、湖北、四川等多地也都爆出有重启疫情码做核酸的情况。 这种情况就像是有人在大伙面前摆出各种pose,却忘了自己的裤子已经着火了。 至于中共忙着领导上海之行的宣传,那些口号和作秀式的调研治理,就像是那种电视购物频道上的产品,看起来光鲜亮丽,实际上却是个鸡肋,看着挺好,吃起来没啥味道。 这种治理方式早就像是一台老旧的录音机播放着过时的磁带,但是现在的观众早已经换了频道。 这种情况下,只能说是现实版的高楼起,高楼落,悲剧在上演,但我们只能静静地看着。 中共党魁习近平跑到上海去考察,新华社也忙着报道,说得天花乱坠,好像上海就要变成带领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超级大都市似的。 他们还强调什么新发展理念,中国是现代化,听起来高大上,但感觉就像是那种你在菜单上看到的高级料理名字,看着诱人,但实际上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然后,习近平还主持了一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座谈会,就像是那个班里最活跃的小组长,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讨论怎么把长三角变成现代化的排头兵。 但实际上,就连参加会议的那些官员们似乎也对这个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一头雾水,大家都在那里发言,但说到底,谁也不知道这究竟要怎么做。 就在这时,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出场了,他们直接给了中共政权一个负面评价,简直就像是给中共的大秀泼了一盆冷水。 穆迪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累累,经济增长动力放慢,楼市风险上升,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 这就好比在中共的美丽泡泡上扎了一个洞,让所有的宣传和口号都显得空洞无力。 新华社看到这情况,可能是慌了神,赶紧发表文章试图补救,但效果似乎适得其反,越描越黑。 这整个事件就像是一出悲喜剧,中共党魁和新华社在那边卖力演出,试图让人们相信一切都很美好,但穆迪却用事实给了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 真是既让人哭笑不得,又让人深思啊。 新华社发了篇文章,标题是财政部有关负责同志,就穆迪下调我主权信用评级展望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人被别人批评了,然后他赶快跑出来解释。 不不不,你们误会了,其实我做得很好的。 文章里面说,他们感到失望,而且还强调中国的宏观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好像在说,看,我们其实挺棒的。 但穆迪可不买账,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放慢,存在广泛风险。 中共不愿承认,非要说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这就像是两个人在争论一部电影是好是坏,一个说这电影很烂, 另一个非要说这是不神作。 到底谁对呢? 外资企业和市场已经投票了,股市楼市全面下跌,债市频繁爆雷。 这情况就像是所有人都在逃离那个烂片的影院一样。 新华社文章还提到税收和GDP的增长,但这里的数据看起来有点奇怪。 税收增长的速度竟然是经济增长的两倍多,这就像是一个人的工资涨了5%,但税却多交了10%,让人不由地怀疑这是不是掠夺式税收。 再来看看地方债务的问题,中共文章说他们正在努力解决,但高盛集团的报告显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这就像是家里有个巨额信用卡账单,爸爸妈妈却对外宣称,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很稳定。 中共还试图解释房地产问题,说影响是可控的。 但这种说法好像有点自欺欺人,因为大家都知道房地产市场对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性。 最后,新华社文章在讨论经济增速放缓风险时,不得不提到了疫情,这可能真的是火上浇油了。 整个情况看起来就像是中共在努力修补破损的船只,但漏洞越来越多,水已经开始涌进来了。 这场戏,观众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但主角们似乎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 再看看中共的官员们,他们现在都不戴口罩,可能想要通过这种方式传递出一种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的假象。 这就像是有人在船上钓鱼,船快要沉了,他却还在那儿悠闲地晒太阳,假装一切正常。 这种行为不仅掩盖不了当前的疫情,反而还增加了染疫的风险。 然后就是习近平的视察。 他到处走走看看,但似乎都避开了那些真正的问题区域。 就像是一个人在大火现场拍照,但却只选择那些看起来没被烧到的角落。 而且,周围的人都不戴口罩,这种场景让人不禁怀疑他们是不是都进行了严格的核酸检测,或者只是为了摆拍。 总的来说,中共在疫情和经济方面的这一系列行为就像是在演绎出大型实景剧,但观众们都看出了剧中的破绽。 这种情况下,中共高层的这些行为不仅没能掩盖实情,反而更让人看清了中国经济和疫情管理的实际困境。 中共高层在经济困境中仍然强调红色基因的重要性,好像是在说,看,我们的历史和精神多么伟大,这就是我们的力量。 习近平到上海视察,重点讲的是经济,但同时也没忘记强调党的领导和红色资源的重要性。 这就像是在一辆破旧的车上贴上光鲜的标签,试图掩盖车本身的问题。 习近平甚至还到江苏延城的新四军纪念馆参观,强调要传承发扬不怕困难,勇于斗争的精神。 这种做法好像是在用过去的荣光来照亮现在的道路, 但问题是,现在的道路需要的不只是过去的荣光,更需要实际的解决方案。 当习近平在长三角座谈会上谈到经济问题时,他提到要打破地区分割,推动对外开放, 希望长三角成为经济大循环的强大引擎。 但这样的说法和中共一直强调的党领导一切似乎有些矛盾。 如果党仍然是一切的领导,那么这些改革可能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而不是真正的行动。 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领导人通常不会过多干预企业管理和经济活动, 他们明白政治和经济应该分开。 但中共高层似乎认为党中央应该指挥一切,包括经济。 这种做法恰恰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 最后,中共被目的降级, 这可能是国际社会对中共经济治理能力的一种不信任的表现。 长期以来,中共依靠强调红色基因和高喊口号来治国, 但现实却是疫情和经济困境正不断加剧。 有人甚至认为,只有中共解体,改朝换代,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才能回归正常。 这种情况让人不禁想到, 当一个国家的领导层过于依赖历史和意识形态, 而忽略了现实中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时, 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中国经济的未来, 似乎需要的不仅仅是红色基因, 更需要真正有效的经济药方。